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伦多地产经纪Ronda 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townhome的专辑 就是主要介绍一些我们最近正在卖的比较适合投资的一些townhomes正屋 它的townhomes有两类,一种是freeholds的 一种是stacktownhome,就是condo town 我会在这个介绍的过程中给大家介绍 基本介绍一下哪一个项目是freeholds,哪一个项目是urban town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击关注 今天我们现在先主要来介绍一下正屋的专辑 现在正在卖的呢 基本上我们是在大多地区的东部 Mississauga, Oakville那边也有一些 但是比较多我就没有列举 我就列举一些在我们华人比较喜欢的 例如Richmond Hill, Marham这一带的 我们现在正在卖的呢 第一个是昨天刚刚分盘的 刚刚有最新资料的这个markdale town 这个在denison和这个marham road这里 大家可能也关注这个stacktownhomes的朋友也应该知道 这个是最近最新开盘的一个urban townhomes 它的起价是75万,昨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护心图1000到1300一尺 就是尺,总共的尺数是1000尺或者是1300尺 这样的一个stacktownhomes起价是75万 也有90多万,接近100万左右的 这个是第一个项目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跟我联系 第二个项目是在这个huntingdale it's called huntingdale townhomes 这个是在finch跟pharmacy finch跟pharmacy呢 这个就是一般是我们投资客人比较关注的这个地段 这个地段呢 靠近这个synica college 在finch跟pharmacy靠近这个highway401 它的价钱呢是70万起 这个huntingdale呢 它现在还没有开盘 但是我们基本上已经知道它的这个位置和这个 一些资料我们基本上已经有了 第三个呢就是springwater springwater呢这个是madmehome开发的 这个呢是一个freeholds的townhomes 在这个edrin mill和这个woodbuy附近 刚刚release的一些单位90多万起的这个freeholds townhomes 数量非常有限 所以这个盘是需要抢购的吧 然后呢再介绍的一个就是haring bayviewtownhomes 这也是stownhomes在930号elgmail east 就是在elgmail跟bayview的东北角 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现在呢只有1200多尺 一个million左右的单位了 1400尺以上呢 它是赠送免费赠送两个车位 所有的价格呢都包含一个车位 因为是1400尺以上的现在大户型已经都卖完了 所以现在这个freeholds如果大家感兴趣这个bayview和edrin mill的 这里可以关注一下的haring bayviewtownhomes 还有一个呢就是townhomes 这个是现在正在卖第二期 它的这个开发商呢 是premont premont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开发商 是位于这个bayview跟十九街 bayview跟十九街呢 它在这个 在betweenedrin mill和十九街这里呢 沿着这个lesley 东面和西面都开发了很多的 最近卖了很多的这个townhomes和独立屋 还有Jubilee啊 Avely啊都在这一块 这一块呢交通非常的好 而且它是个学区房 它是靠近这个 它的学区是可以上这个secondary Richmond secondaryhigh school 很方便 它这个离costco也很近 有一个大的plaza 在edrin mill和这个lesley的东北角 一个大的一个plaza home depot 它这里都很方便 尺数呢是从1974尺到2500多尺不等 价钱呢是从1.4到1.6个million 这是town on bayview 这个是正在卖第二期 有这个model房可以参观 如果大家感兴趣 以上这些正在卖的这些townhomes呢 可以直接跟我联系 马上要开盘的呢 11月初要开盘的就是有一个是Victory Green townhomes 这个呢是靠近Mark Cowen跟407 在407以南14街跟Meadfield 这个呢这个地段呢是在Matham的比较热门的一个地段 靠近这个main street Luninville也靠近404401407 周围呢就是商场 华人超市也很方便 包括Markville Mall啊 附近的学校也是很不错 还有很多公园跟trail 这个是即将开盘的这个Victory Green 第二个呢在Thunghill的有个叫Rose Rose Park Townhomes 这个是在Bassist跟Center Street 这是在Thunghill的 它有总共呢它是比较特别的是呢 它有两个two car garage underground parking 有带后院的而且还有带或者是带屋顶阳台的这样的户型可以选择 三个卧室的是1.3个Million起 也有四个卧室的是1.4个Million起 这个Thunghill呢是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的地方 但是最近呢在这里不管是condo 之前我们去年卖的Daniel的几个项目 还有最近出台的就是这些Townhomes 以后这个Thunghill呢是也是相当于是靠近Bayview 靠近这个Bassist的这一块 也是交通非常方便的 所以作为投资或者自助来讲呢 这都是很不错 价位呢只有1.3到1.4个Million 这个是一个Freeholds的 然后还要开盘的就是Pickering的有一个项目 叫这个Pickering Central District Townhomes 这个是在Pickering的市中心 如果大家喜欢Durham Region的 那也可以考虑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价钱呢会比前面几个会便宜一些 它这个呢也是一个这个不是Freeholds的一个Townhomes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最新的一些condo的最新的一些消息 Artwork呢这个是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Worksheets 现在下周呢就是要分盘 如果大家交了Worksheets的朋友呢就可以关注一下 Vincent和这个Westline呢这两个condo呢是我们现在正在热卖的做一些促销 在这个Vincent呢这condo呢如果你买的话呢就可以免费赠送这个去杜拜的机票 Westline呢这个是Central Court开发的这两个盘呢哪一个盘比较好 现在我可以单独的给大家如果大家感兴趣买Vincent或者是Westline的话呢 我可以给大家单独的分析一下这两个盘到底哪个更适合投资一些 Vincent呢现在适合投资的小户型呢选择不多 但Westline的选择还相对多一些 平均如果把这个车位的价钱算上去呢 Westline相对会比Vincent略微便宜一点点 Westline是在Shepard West Subway 然后还有就是400king 400king是down town的我们也在做促销 400king现在只有10%的down payment就可以入住这个2026年交接一些小户型 Goodie Condos是在湖东区的之前开盘的湖东区 大家也知道以后也是一个revitalization的一个area 适合投资的一个新的一个地区吧 它的这个延长最近推出这个延长租金的延长定金交付的这样的计划 每年只需要交5%的定金 一直交到2021、2021、2022、2023交三年每年5% 然后到2025年closing 按照这个付款计划来说呢 每年只交5%的定金 能够hold住这个整个多伦多平均是10%到11%的房价涨幅 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它的定金支付周期非常长 而且2025年才closing 这个是Goodie Condos 好了 今天呢就介绍了一些freeholds的和这个sector townhomes 适合投资的 还有呢就是一些condos的一些信息吧 如果大家呢对我的视频感兴趣或者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希望大家跟我联系 我的联系方式显示在屏幕下方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